为期四天半的福建省政协13届一次会议1月10日在福州开幕 多位台湾人士列席会议 记者注意到,建设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 落息落实会台政策措施 成为了列席会议的台湾人士在今年两会期间谈论最多的话题 出生于1988年的曾冠颖是台湾台中人 他的爷爷和爸爸长期在大陆打拼 曾冠颖来到大陆也已经有19个年头 目前,他在福建漳州经营着爷爷父亲创下的600亩提田茶园 饮中东方美人茶、金白龙茶等台湾茶 祖孙三代接力生根大陆 得益于大陆出台的系列会台政策措施 两年来,曾冠颖不断在新的领域寻求更大的发展 茶室、茶空间结合了高尔夫和这方面 做了一个创新 那我们在这边 在大陆这边我们就可以敢想敢做的下去执行 台胞他来到这边能够很快的找到工作 也很快的可以找到自己想要去创业的方向 甚至于说你也不用太担心的能够在这里就很快的来落地 让更多的台湾青年或说台胞他能够到大陆这边来就业 来创业甚至于说来这边生活 近年来,福建积极发力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 2014年,王亮宏和家人一同从台湾来到福建工作 成为福州大学的一名教师 他也是福建省首位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的台湾教师 近年来,他致力用人工智能助力大健康产业 在王亮宏看来,随着同等待遇政策的落实 多项国家级、省级等重点科研项目的资助 为他搭建起厂学研成果转化的广阔舞台 福建的政策它是非常的完善,非常的完备 那除了一直在出台一些新的政策以外 我们在政策的落实上面也是不予以利的在落实 那除了这个政策的落实以外 其实我们更多的是一个口耳相传 手把手的丝带图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其实很多的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高校的老师 跑过来咱们福建服务 不管是年轻的博士也好 或者是说年纪比较大的这样子的一个借铃退休的这样也好 那其实对于咱们福建留下来发展都是一个很好的这样子的一个帮助 在两岸交流合作中 福建始终处于前沿 2022年以来 福建继续落实系列会台举措 积极协助台商台企纾困文厂 支持台胞申请设立个体工商户 创造条件帮助台湾青年实习就业创业 在不少与会的台湾人士看来 两岸融合发展趋势更加明显 应该要把握发展机遇 我们有机会来到大陆这边发展 包括安家立业 取得到比较顺遂比较幸福的人生 所以其实融合来说 对于两边是非常迫切的 对台湾党内的医生更希望融入这边的大市场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契机 尤其是在我们福建 我们可以做到更多的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一个桥梁 对接两岸的医疗的从业者 让他们彼此的沟通 我们可以做到的 大家要好好看 我们的观念